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摄取太多的糖分进入体内会变成葡萄糖再与蛋白质结合 就会产生令人体脑化的元空AGE 而为我们讲解的是研究糖化的专家 同志社大学糖化压力研究中心的白木博士 博士,我们平时好像很少听到糖化这个词语 那么糖化到底是什么呢? 对于糖化女性会比较担心 因为会影响外表 是会导致黑斑和皱纹出现的 老人班皱纹还有肤色暗咬的原因 都可能是因为身体出现了焦化 由自面解是身体消焦了这个现象叫糖化 糖化现象不只会引致黑斑和皱纹 更可能会侵蚀你的身体 真的很多人害怕 是很恐怖的 很危险 很危险 首先,到底什么是糖化呢? 让博士跟大家讲一下 所谓的糖化 在字面是砂糖的糖字加上变化的化 是 其实就是身体里面的糖 和制造身体的蛋白质 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 所谓糖化 就是蛋白质和葡萄糖结合在一起之后 制造出叫做AGE的老化物质 直传在体内令身体逐渐老化的现象 而且影响还会去到内部 骨头的成分除了钙质之外 还有维持骨格柔软的胶原蛋白 如果这些胶原蛋白出现糖化 骨头就会因为失去柔软性变得脆弱 将来可能会发展成骨质疏 还有AGE也会令血管壁 好像皮肤那样变硬 那就糟了 在血管壁造成肿块 增加动物硬化的风险 好危险 甚至可能会引致猝死 好 回来糖化 除了会令你肤色暗 又有黑斑又有皱纹之外 糖化和糖尿病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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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首先介绍一下 Daniel 刚才已经做了一次节目 有福祉的网友 Joey 他做完手术 甲状线是有条不公形的疤痕 其实呢 我们看什么好呢 Danny 刚才说 绝对有效 没问题 快点上去买一支 不公形买一支398 多一点 OK 订轻图下去就可以了 对吧 其实呢 如果你做完收拾之后 马上用我们 就是说拆了线之后 马上用我们的银银膠 你基本上呢 你不会有 一些增生性的疤痕出现 OK 我们现在的个案做得很好 非常好 差不多完美修复 如果没有真身性的 你起码 它不会凸出来 起码 最多有点印而已 没错 如果再完美一点 就是印都不觉 没错 就像你的手也就是 没错 不要紧 各位网友 我不知道我计不计得到这么高 你计不计得到 计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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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晚回去查 我现在还有感觉 我今晚回去查 我查两个星期 再看看是什么环境 拍照 拍照 这样的补充 是 因为你的班人已经凸出来了 是的 凸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你要查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 因为你已经凸出来了 不是 我会不断 一个星期又拍一张 两个星期拍一张 凸出来了 我现在凸出来了 好了 唐尿病 基本上是我们 都不要说 这个台 是香港人其中一个 我不知道 如果你说 香港的杀手 第一号 又说什么肝癌 又说心臟病 其实糖尿病也很高 它不是直接杀人的糖尿病 好吗 这是糖尿病 但是糖尿病导致你 什么项癌 倒是 ox瘤 糟 也好 很大件事,又或者我們吃糖尿病的藥 但不用說,大家如果要聽看我的節目 好像我上星期六磋三磋,星期日磋兩磋,星期日磋一磋磋 星期二我記住,磋兩磋,星期三磋三磋,昨天磋磋磋,磋兩磋 我都說話的人呢?我磋多少磋都說話的人呢? 是的,我的網友都知道,我媽就是三十幾歲開始吃糖尿病 她還很驕傲,我都跟你這樣說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沒有看公立醫院 我媽還經常瞄別人去公立醫院拿藥 因為我有些朋友幾十億生家都去公立醫院拿藥 拿回來不吃,她也會拿的,怕吃虧,我不知道她是否認識這些人 那她呢?我媽很驕傲,那些人要拿來cheap 藥 我一向跟大家說,我媽很精神 誰知道去到八十幾了,去年83歲 就突然醫生告訴我們,其實前年,八一二歲的時候 你媽媽神衰竭,心臟衰竭 那後來呢?我們當年知道,這樣也有個成因 第一,你年紀老大了,那些東西氣管律底會差了 第二,就是因為你長期吃這些糖,這些藥 其實我也是,我也是在吃的 那你長期吃這些藥呢?其實它有傷腎 那這個腎功能就慢慢drug了 有七十、六十、五十、十個巴仙 然後你不分享到,那就沒有了 所以呢?其實我們做的濕嫖文呢? 我那天和你聊得很開心 我有些網友是堅決不吃西藥 嗯 不吃到一個離譜的情況呢? 雖然我當然是希望他不吃西藥 那些濕嫖文呢? 但是我都覺得說,喂,你不要濕 我試過一個網友啊 他是這樣的,他說痛到呢? 心口痛到啊? 不是我們那些瘋瘋的那些 他心口痛到啊!啊!啊! 呃!成頭痕! 暈了在那裡,兩個字 他老婆嚇到很險都被射到 都不吃藥 上壓二百 哇!這樣誇張? 然後他上來買醋 咦?喝完醋? 咦?真的他好瘦啊? 不痛了啊!開始有點小說 所以我錄了一些聲帶給我宣傳 但是我那天說,喂不是啊! 雖然我賣醋也很開心,你就幫我了 我說不是啊!我想你還是去看一下醫生比較好 你去到這樣誇張 但有些人對西藥的抗拒是很大的 於是坊間 我昨天和你講完之後 我又再去看 今天我們會介紹甚麼呢 最主要介紹的一件事 其實兩件事 最主要介紹的一件事叫石合 周圍都有的 其實你一上網打石合 那些網民都會說石合 當然了 甚麼對糖尿 其實在我和你接觸之前 我應該在想 因為你和我講過一下 我大概知道了嗎 那我有甚麼賣點 因為我要決定我見不見你 喂 周圍都有 石合 那當然了 經過昨天之後 我當然會覺得好甚麼 好驚喜 首先我們可以講一下 你發覺你自己有糖尿病 窄戒 那為甚麼你不吃西藥呢 其實最主要就是 我知道吃糖尿藥 最大問題就是副作用 其實糖尿病你處理得好 其實問題不大 但最怕就是拼發症 有很多人呢 譬如說我認識的朋友 十幾二十年都是糖尿病 正常人是一個 但有些人可能會說 我開始糖尿病了 年齡就說糖尿硬 或者糖尿鋸 很多拼發症出現 因為每個人吃完 這個降糖藥之後 反應大家都不同 很明明的 就不可以說大家去比較 為甚麼你沒事我有事 因為大家的反應都不同 但其實我們最恐怖的 就是你不知道有甚麼平發症 而我發覺吃得多 這個西藥降血糖的藥 大部分腎功能都是差了 這個也都 我很多朋友都反映到這個問題 更嚴重者 如果你的腎功能真的失去了 大部分功能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結果是危險 是 所以也有很多人很抗拒 吃這個降血糖藥 雖然說現在的腎很漂亮 已經 膚臟又沒有那麼大 又給一些不知甚麼藥 去補品 沒錯 我當初那一刻 其實我已經是窄戒 即是已經很接近糖尿病 那時多少歲 那時我是大概40米 我都害怕 那時你身體有沒有不健康 那時身體是胖一點的 可能有應酬多 還有來講 你在一間陸做廠 那時在哪裏做 在東盤 沒有多指財的生活 我們那時就應酬多 我相信你唯一應酬 喝紅酒當然有 那時候就 即是2000年 那我就是後一點的 因為我回流回來 我就不是很早 在上面住 你太太那時在香港 我太太在香港 我跟加拿大兩邊走 OK 你暗示了一些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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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東盤做廠 真的很辛苦 很累 做廠 做廠也是辛苦 很辛酸的 很辛酸 為什麼心理變態呢 喂 我這麼辛苦 一年賺三兩百萬 嗯 給幾皮東西 加上我老婆 老婆炒樓 即是十幾年前 無端端一年都賺一千幾百萬 是 很容易她就 嘩 很容易這樣 很容易這樣 一滴酒都不要 做運動 OK 懂得清淡一點 但是 那時候我不知道 那時候 我的膽固醇也是高 其實膽固醇之前 我吃了三年藥 OK 但是 膽固醇藥你有吃 有的之前我有吃 OK 我也吃了好幾年 當我 我膽固醇是難撕的 是 難撕掉它 為什麼呢 因為你吃完藥的時候 你感覺良好 我去檢查 好像正常那樣 但我一停的時候 一聲打轉 不是 所以我現在有時候 我都很好奇 我自己 因為我指數 去年我們馬來西亞 全新幫你檢查 她說我簡直是 Wingbo 真是很美 那我心想 其實是不是美呢 我又在吃膽固醇藥 又在吃控制血糖的藥 又在吃血壓藥 那一定是美的 我不知道 其實這個指標 都未必準確的 因為你正在吃藥 對呀 那我嘗試過 吃青藥一點 做一些運動 當然我做的運動 不算是很劇烈的 但是我發覺 三個月對我的指數 沒有幫助 都是這樣 是的 有個朋友介紹我 不如你嘗試吃中藥 中藥 我就認識了石酷 糾正一下 香港人叫石酷 真正的毒音叫石酷 酷 酷 香港人叫石酷 還是叫石酷 還是叫石酷 石酷 然後我接觸了這件事 這是一個板 這個不是真的 成縮屎 真正來說 很小顆 當時我隔壁鎮有個基地 現在這個基地已經沒有了 石酷是甚麼 石酷是一個難科的植物 它是花靚的 石酷有很多種 中國有76種石核 而有養價值的 其實都有二十多種 有不同的養價值 我們現在培植的 主要都是鐵皮石核 因為鐵皮石核的營養價值是最高 你們是培植的 為甚麼會變成一個吃石核的人 變成培植石核的人 當年怎樣說呢 我吃完石核之後 三個月 我吃了一個療程三個月 我吃完之後 其實我再檢查我的指數 其實我的血糖已經回復正常 OK 已經是6以下 我當時是靠著7 即是正正減了一度左右 而我的膽固醇指數是改善了 膽固醇也改善了 改善了 但當時還是偏高 如是我再吃4至5個月 其實我的膽固醇就好了 我現在一直以來 我的膽固醇也是正常的 這個是很重要 為甚麼膽固醇 其實我這麼說 不容易撕掉的 那是需要一些時間 還有呢 再加上我有適量的運動 是絕對幫助的 OK 不介意你現在幾歲 我現在都59歲 我現在都59歲 但你少少 OK 好了 那你就吃石核 就是現在膽固醇都OK OK的 OK的 好了 因此而你說石核這麼好的東西 你就動念了 是 因為當時其實我本身 我是喜歡種植的 是 我在2016年 我已經開始種植樹 是 那我有個基地 那我開始 咦我還不到 那你說還在種樹 種樹 種樹是我 一向我喜歡種植的東西 那當年 即是調理農務 你喜歡 那我就由種樹開始 所以我公司的寶樹林 是 所以就是種樹開始 寶樹呢 在小澳江湖 應該雪山飛湖裏面 有個寶樹和尚 你知不知道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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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樹和尚 是 你們公司叫寶樹林 沒有關係 我不是和尚 那 那 因為我有地 是 還有我在做種植 所以我當年 我就開始研究 喂 這是這麼好的東西 應該值得推廣 OK 尤其是它對糖尿這麼好 是 其實石核的歷史很悠久 嗯 在中國來說 譬如說一些古代的中醫師 嗯 其實它都是用石核來調理消化症 嗯 消化症就是我們現在的糖尿病 沒錯 那它對糖尿是有一定的成效的 但淘寶很多 一匹匹的賣 那些 是 事實上 因為當這些植物呢 當是乾了之後 OK 變成乾品 即是類似這種形態的 你根本是很難分 真假 明白嗎 還有來講 就算我們中職 我剛才說 食核有七十多種 嗯 但你知道貼皮食核裡面 也有很多不同的變種 嗯 明白嗎 你真正食的食核 品質是怎樣 你自己不知道 嗯 那我們 最重要的是 我們是需要嚴選我們的種源 是 因為種源很重要 OK 如果這個種源錯了的話 你根本所有的都錯了 嗯 明白嗎 最重要的種源要靚 還有裡面的食核多糖 是要達標的 嗯 因為我們做中藥的話 我們一定會跟著 中藥的弱點 是 中藥的弱點 其實對調皮食核有一個標準 嗯 而達標其實不可能 但我們希望品質 是能夠超過標準 嗯 OK 而吃得一個很Quality的食核 明白嗎 那至於怎樣分呢 坦白說 我不是得最多講一句 是 很多中醫師都不懂分 是 真假的食核 嗯 也有很多中醫師問我 我怎樣分這件事呢 坦白說是有點竅門的 嗯 以我們做種植的話 你說我要分真假 不難 但我都不能夠說我百人之一 OK 我即是說我八九成 我會分得到真能假 真正來說是需要化言 OK 那麼我們的產品其實 我們由開始種植的時候 我們都是委託香港微跡中醫檢驗中心 嗯 它是浸會大陸授權的一個檢驗中心 嗯 來跟我們認證我們的總元 嗯 還有來幫我們做一個品質的控制 OK 好了 這個就是石核對糖尿病的效果 嗯 我們一會兒會看 有檢測有成的 是 好了 但是除了石核以外 尤其我們剛剛看過那段片 什麼AGE 即是糖化 沒錯 那就是因為我們吃了一些糖 在肚子裡面 或者是碳水化物 碳水化物 沒錯 還是很多的狂化呢 年輕的時候 年輕跟我們現在的年齡都會 嗯 其實你有AGE 你有AGE 是 其實就是看你多或我多 是 是 即是年輕人十幾歲的時候都會有 其實呢 我們煩吃東西的時候 就會製造AGE 是啊 當你年輕的時候 你的代謝能力是高的 你就可以代謝出來 是 但是當你年紀開始大的時候 我和你的新陳代謝 不能夠代謝AGE 都是積存在體內的時候 是 就會令到我們身體產生炎症 是 這個炎症呢 每個人都不同 嗯 可能有些會影響你 有些會影響你的血管 嗯 有些可能會影響你的胰狀 嗯 有些可能會影響你的骨絡 OK 每個人的炎症影響你的程度都不同 嗯 但是最好就是說AGE 越少越好 是 當然啦 我們會有一個儀器 去測得到每個人的AGE 嗯 嗯 我們公司也有一個儀器 去測得到這些東西 嗯 我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AGE和我們平時刀手指 測血糖有什麼分別呢 嗯 其實分別大 是 當你刀手指 嗯 那些血糖指數 就是告訴你那一刻 你的血糖指數幾高 是 但是它沒有告訴你 究竟它影響到我們身體有多深遠 嗯 沒有人知道 嗯 舉例 譬如說你刀手指 如果你 你吃的東西 餐前吃的東西 OK 會影響你的血糖指數 嗯 但是如果你測這個AGE指數 其實它是量度你體內 皮膚底層的AGE 嗯 因為其實呢 如果你想量度AGE 其實來說它主要是量度你皮膚底層的AGE AGE其實是一個螢光體 嗯 它會積存在哪裏 就是在我皮膚底層 嗯 我們會有一個光學儀器 照射到我皮膚底層 嗯 究竟你AGE的量有多少 明白嗎 這樣做一個比較 這樣就會測到你的AGE有沒有過多 嗯 那這個呢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亦都可以 過多又怎樣 過多又怎樣 如果AGE過多 即是代表我有嚴正 代表我有糖味 舉例 譬如說 我測出你的AGE是過多 嗯 我們會比較你的年齡 嗯 嗯 如果你的年齡 譬如說你是五十歲 是 你測出來你的AGE是低於五十歲 嗯 這樣就可以的 嗯 但如果你超出太多的話 其實呢 證明你的身體開始受糖化影響 那舉例 譬如說 我有一些糖尿病 譬如你五十歲 嗯 他測出來可能他的年齡是去到八十 甚至九十歲 嗯 那就是說 你的皮膚開始受糖化影響 而你很大機會會有併發症 譬如糖尿眼、糖尿腳 嗯 嗯 嗯 有些人呢 譬如說他糖尿控制得好的話 又不一定會有肆療 嗯 有些人 我吃正常的血糖藥 控制得好 就不代表你AGE會多 嗯 所以我們最重要要了解一下 我們身體的AGE有多少 不一定的 有些人害怕 我糖尿病了 那會不會有評估症 糖尿眼、糖尿腳呢 那你要去檢查你的AGE 嗯 是的 那好了 我們未必經常會叫你搬一部儀器來的 嗯 我們主要是介紹產品 是 那好了 你種植了這個石鶴 石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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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讀石鶴算 是的 石鶴 石鶴 石鶴之後 當然我們一會兒會 尋找了一些報告 大家會見到一些認證 是 那我們就用石鶴來做產品 是 那我們做了一樣產品 那個叫什麼 石鶴細粉 石鶴超細粉 石鶴超細粉 沒錯 就是這裡 怎樣飲用 有什麼效果 我們轉頭說 另外一個產品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我已經聽過很久了 叫保保茶 是的 保保茶 那這就是我們日常飲用的 茶來的 是 保保茶最主要用來做什麼 就是 是不是用來 減少我們去 那些AGE 沒錯 那原理是怎樣 它的原理呢 因為呢 這個保保茶裏面有三個成分 是 第一就是石鶴 是 第二就是無虛葉 第三就是綠茶 是 OK 最主要呢 無虛葉呢 其實是一個印度的草本植物 是 是 那你喝了之後呢 其實呢 它裏面的成分呢 是 可以減低我們的糖化 是 它的原理就是說呢 剛才你看到這段影片 是 我們吃了東西之後呢 我們過多個糖分 和你的生物質結合 是 那它就使得 令到這兩個東西 不能夠結合 嗯 不能夠產生氣質 就無虛葉 沒錯 沒錯 而無虛葉 OK 而無虛葉還有一個功能是什麼呢 就是 它喝了之後呢 就短閘令你的長度 不吸收糖分 哇 做一個左夾的作用 OK 它就無法隔離 大概一半左右 嗯 如果有些人呢 帶著那些糖尿檢測 是 儀器呢 是 譬如說 你兩天吃同樣的東西 同一個時間 你比較一下 你有喝保保茶 和沒有喝保保茶 你會發覺有分別的 是 你的血糖目標升得那麼高 而且你會很快跌下去 OK 就是一個左夾的作用 即是這個保保茶呢 因為昨天第二次聽 是 是 是 它的成分就是阻止你那個蛋白質 和你吃下去的糖去結合 沒錯 再用你昨天講的那個比喻 就是一個板房 可能它有 可以坐四十個人的 這是一個左夾的作用 左夾的作用 沒錯 因為它可以阻隔你 吸收糖分 是 即是糖化 對嗎 沒錯 所以我們呢 就像你剛才所說的 如果你喝了這個保保茶 你一同吃的東西 同一天 兩天以來 一同吃的東西 沒錯 你去量度你的血糖 各樣的東西 為什麼有不同呢 因為它隔著了 因為在一個板房裡面 它原來四十個位置 保保茶呢 壓了你二十個位 沒錯 所以呢 那些糖呢 最多都是坐了二十個位 沒錯 你會發覺呢 你吸收會少了 因此我就立刻想了 那我是否會瘦一點呢 其實呢 原則上是的 是 因為你少了糖 是 因為你減肥才減糖 明白嗎 嗯 其實如果糖進入身體 我們是靠我們的餘肚素去代謝 是 那些人就是 喂 本身我為什麼有糖尿病 因為我本身餘肚素分泌不足 是 OK 那我為什麼不夠餘肚素去代謝糖分 我血糖會飆高 如果我餘肚素夠的 那些糖分 其實我代謝都是糖 是啊 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們通常 二型糖尿病的人呢 基本上兩大類 有些就是 我分泌餘肚素不足 或者我對這個 血液裡面的糖分 敏感度不足 是 導致我血糖飆升 因為它不能夠產生 正常的餘肚素 嗯 那保保茶最主要就是 就是令到我們平時 譬如說我們吃的東西 我們有時候都不知道 食物裡面究竟糖分會不會過多 是 那這個就是一個阻隔的狀狀 就令到我們的血糖不會飆升到那麼多 嗯 OK 這個就是保保茶 沒錯 那儀肚素的控制呢 就是剛才那個貼皮石合細粉 沒錯 貼皮石合的原理呢 它的肌理是怎樣 令到我們血糖降低 就是說 它是做一個鞏固我們的胰狀 令到那個胰狀呢 產生正常的胰肚素 是 那個敏感度呢 會好些 OK 那這個純粹就是用來 鞏固我們的胰狀 間接 令到我們的血糖降低 那有些人問我 那如果血糖低 是不是不能飲 其實沒有影響 它只是鞏固你的胰狀 那當然呢 你喝食物超細粉 你要喝一段時間 OK 你不會說喝一包兩包 你馬上見考 因為你知道中藥都是一個條理的方法 通常我建議就是喝一個療程 三個月 OK 或者三合 那你會發現一個明顯一點的效果 而且你喝四合也要分時間 很多人呢 我喜歡喝四合湯 我吃飽 喝四合湯 其實真正呢 如果你想達到一個好的降血糖 或者降這個膽固醇的效果 最好就是早上空腹飲 是 這個時間是最理想的 但我們早上的網友 有很多食物了 嗯 這些失業物 其實我們建議呢 其實石盒呢 要在半粗項目 石盒 有八個字 滋陰清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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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對胃好 所以早上空腹飲 其實是對胃和腸道好 那譬如我喝完石盒 然後我要喝醋 可以嗎 嗯 其實呢 隔少許時間 半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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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少許時間都可以 沒錯 為什麼呢 其實最理想 經常發揮得最好的時候 就是空腹的時候 因為早上 通常來說 胃都是空一點 和長度是清一點 因為它要結合我們的長度菌 進入身體是最理想的 所以要分時間 又或者 早上沒有空 下午3時3時 不要半飽肚 半飽肚的時候喝 因為時間所限 如果這樣算 如果我餵糖尿餅 是 我洗得起銀子 就應該兩天都買 兩天都試 這就是早上喝一杯 這個煲煲茶 其實它有28包一盒 是 可以日常飲用 一包可以喝一天 可以嗎 即是焗幾次 其實我建議一天涼包 涼包 因為糖尿病人 當水飲 做一個阻隔 最主要做一個阻隔 最主要做一個阻隔 即是你阻隔 譬如我可以放一杯茶 一邊吃飯 一邊喝 絕對可以 因為盡量就是 飯後一定要喝 好 好了 那如果我說 喂 我真的 現在經濟環境 一般 我真的 我有糖尿病 我二選其一 你會說 看下你糖尿病 是窄介 還是很嚴重 是 譬如你緊張窄介 OK 喝一杯煲茶 其實就應該有改善 OK 但假如我一個 是多年的糖尿病 吃藥 甚至乎 是的 我建議你兩樣都用 但我都說經濟問題 經濟問題 我們總不能說 你沒錢 就不可以 主要來講 我希望你先喝超細菌 喝超細菌 沒錯 超細菌 即是正常的兒肚素 沒錯 這個才是治本的功能 其實都是喝超細菌 是的 沒錯 我們希望調理完之後 能夠治標兼治本 糖尿病 通常你吃糖尿藥 通常就是治標 不治本 壓著壓著 沒錯 是啊 我們現在的報告 都要有些東西看 去得快些 什麼高穩貢賠這些 不要看 現在時間已經很餓 95%以上破壁 釋放這麼多營養的那些 就這些 你們有空慢慢看 我發給你們 好 再去 鐵皮石合是適用的人群 說皮膚乾燥也可以 免疫膠藥 什麼都可以 高血糖高血壓 腸胃不適都可以 腰酸都可以 你要知道 其實呢 它的原理是什麼呢 是 剛才說了 知音清語 知音清語 什麼叫知音呢 其實知音就是等於人的融化劑 我們的內分地 其實它的條理 我們的內分地 為什麼我們叫做 中華九大仙草之首 就是因為它的知音功效最好 九大仙草之首 沒錯 我們看看 我有個資料 有個資料 因為原來 我真的不知道它這麼把炮 九大仙草第一名 就是這個鐵皮石合 第二竟然是天生雪蓮 聽到鏡頭說天生雪蓮 小雪蓮 小雪蓮 第三就是三兩重的人心 嘩好大陸 第四就是一百二十年的手烏 第五就是花甲的復苓 第六就是深山野靈芝 第七就是海底的珍珠 第八就是東松瓦草 排第八就是 第九我真的看不到這個什麼字 鬆融 鬆融 什麼來的鬆融 鬆融也是一個中日來的 第九這些 我們第一 不是常用的 第一就是這個鐵皮石合 就是知音 沒錯 知音就真的調解我們的分地 為什麼九中的才排第一呢 因為它是唯一一個知音 知音 你會發現很多中醫師 吃些知音之寶的東西就是這個原因 但是知音這個 其實我們用具體的解釋 你要用解釋 OK的 很難但我們又會明白 為什麼老人家 喂 年紀大會眼睫眼乾 因為淚水 睡眠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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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嗎 這些都是內分眠 譬如說我們的胰島素 很多內分眠 我們的骨落 那些啫喱狀的東西都是內分泌 那如果我胰島素得好 我吃這個石盒 那我會不會令我的啫喱骨落的好一點 會的 施陰的嘛 有幫助的 OK 有幫助的 好 下一張 超細粉 你們不要看這些吹水的東西 OK 好 再 飲用方法 為什麼用杯餃 又用東西來攪 這樣的 很多人都問我 喂 你已經超細粉了 應該很細的 你還要用東西來攪 我突然說過 我們的石盒多糖 最主要是石盒多糖 多糖 其實它是很黏水的 OK 特別我們的產品 其實是高質量 是 以前傳統的老人家 他試石盒漂亮不漂亮 他說這一塊 含在口袋罩 當然膠質多不多 但你如果用我們這個方法 其實來說 你是真真正認 是整個石盒的精華吸收了 OK 我們用2克 做出來的效果 等同於你差不多 一兩去煲 就煲不到那麼多 我可以示範一次 OK 我們怎樣沖 好嗎 我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OK 我們有一個攪拌鍋 專用攪拌鍋 為甚麼 其實用150-150克 夠了 夠了 那我們 我們 這個一包 就是2克 嗯 我先打開它 嗯 OK 這樣 按個按鈕 可以用高小姐 大家看到嗎 OK 我倒進去 你先打開它 一招一招 一招一招 可以用一個弄一招 其實一分鐘就完成 很方便 好啊 今天我助手的杯 就用一些夠飲心 不是那麼厲害 其實呢 沒有那麼慢的 應該走得快一點點 大家包容些 OK 那你看 其實可以喝的 基本上 就這麼簡單 給你哥你試一下 你喝 我試試喝一下 給我一個杯來喝 喝點吧 好 我今天和你講 我喝了 我看看是否有料到 你喝吧 你會是很膠質的 還有呢 如果你喜歡喝石合湯 就很簡單 你照正常煮湯 撈起湯渣 OK 就這樣倒下去 OK 然後攪兩攪 就可以了 那就真正喝石合湯 傳統那些 你譬如說 拿這些蜂豆 就這樣拿一堆 丟進去 其實呢 心理上喝了石合 實際你沒有喝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真的煮到石合 多糖出來 是 不會超過三個百分 喂 阿正 他真的跟我們想的味道不同 因為他真的有糖 你感覺到他有糖 那種糖不是我會吃的 是沙糖 沒錯 是那些漿口 植物糖 有些像是吃大澤蟹的漿口 沒什麼味道 沒什麼味道 OK的 其實我都怕怕的 所以你說可以煮石合湯 石合湯就容易了 以後我們用這個杯攪完之後 就是我們煮所有的湯 牛里的湯 炸 連這些整杯東西倒下去 滾多一兩分鐘 三分鐘 那就可以了 任何湯都可以 石合湯 任何湯都變成石合湯 說真的 正常的湯 有些配搭 譬如說 我吃綠豆沙 又落石合 不見魚 是 綠豆和蘿蔔破氣 是 大家要知道這些禁忌 是 一般的湯都是落到石合的 OK 我們繼續去看看這一類的東西 消細粉這些不看了 太浪 不是我會慢慢看 這個你要留意 這個是糖尿腳 是糖尿腳 喝了半年之後 有沒有見它是小了很多 嗯 基本上好回來 OK 好 再去 這個 我們就是 你們會做這個 認證 是 香港和國內都有 還是香港的這些 香港的 香港的 全部都是香港的 好再去 這些是 這些是國家的 這個就是證明 我們的種植基地 是國家認可 是 還有我們是經營護處 正式入口的 OK 我們有了 還有我們是出口的 OK 好再去 好了 凡身買這個 一盒這個鐵皮石合 超細粉 是不是會送一個這樣的攪拌器 沒錯 買一盒 就送一個 這個都是用電的 沒錯 如果不是 你自己在這裡攪拌 怕你不夠快 那些東西好像那些好蠟克 那樣 就是攪不散 這是道理 OK 買一盒就會送的 那個攪拌杯 就要買多少盒 三盒 或者三盒 我們用這個攪拌杯 OK 一邊先講錢 沒有講錢 好了 再繼續去唱 好 去買保保保茶 因為我們現在變了時間的關係 保保茶是日常飲用的 這個容易很多 焗茶而已 有沒有同事弄杯茶 保保茶來喝一下 帶來提大家 要滾水 滾水 焗它二十分鐘以上 那不行 沒錯 焗得久一點越好 OK 有些喝慣保保保茶 甚至 我餐前已經焗了一杯飲料 餐後喝 問題呢 我上網看 還是你跟我說 他直接焗一球半個小時 說放一球半個小時 他不會苦的 保保保茶 其實綠茶的份量很少 他主要都是沒有虛嚴和食癌 現在我一個不要說嚴重 我有個一般網友 七八 胸腹血糖七八 他又不吃藥 或者有吃藥 都七八 有些有吃藥 那他們呢 如果這樣聽你說 我們可以嘗試去買一套保保茶 我們一套是四合為之一套 即四個月這樣 然後買一套 這個十合超細粉 三個月的份量 那吃完一套 不是神食 神衣 但應該挺有效果 相當有效果 你有沒有信心 你一定會見到一定的效果 你有信心 當然我們不兩個百分之一百 因為每個人體質不同 但一定會有這些效果 OK 好了 我們繼續講錢 回來 講錢我最精神 貨就在我身上了 之前他又說怎樣計算 找什麼抗生物去 沒有什麼所謂 我說我更加沒有什麼所謂 我說你不要那麼煩 我吃貨 大家知道我最主要吃貨 我十賣到 是因為 好了 保保茶 出便呢 或者什麼 TVMORE 那些賣多少錢呢 那些我們不要管了 因為他呢 大家都想 我現在做這件事 老實講我真的 某程度 都是有一些叫做 開心share 保保茶 除了控制血糖之外 他真的都幫到手減肥的 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那買四盒 一盒就是168元 一盒168元 那如果買四盒呢 因為現在不是我 他外面都是這樣做的 我沒有理由貴過人的 168乘4 露氣612 It's too expensive OK 我們的網友 538有沒有錯 5 是 538 買四盒 這個 536 536 536 還要收你兩元 536 4盒 還多送你半盒 保保茶 這個就成功了 這個是extra的 買四送半 OK 希望大家 我覺得呢 我未喝過 明天我會試一下 我會在這裏 保保茶 至於這個石盒 這盒 這盒是石盒粉 OK 記住 每個 我真的全港最便宜了 每一盒 28包 石油草 一天喝 一天喝 空谷 一天喝 用來煲湯的話 那就不夠28 變成27 一樣攪 用水 攪開 煲完煲湯 撈起湯沙 倒一整盒水下去 石盒水 然後滾一兩分鐘 搞定 沒錯 其實呢 至於什麼湯可以 什麼湯不行呢 其實你自己都感覺到 有些你真是故靈精怪 你都不合理 一般來說的 我想 一般我們廣州人煲的湯也可以吧 你沒有涼酸辣湯 就放些石盒粉 是吧 螺酸湯 你放些石盒粉 沒有說不行 但是比較奇怪 你說那些什麼 什麼青紅蘿蔔煲豬羹 那你就可以了 你說那些 什麼 正常湯 對 正正常湯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有一個石盒湯 這個呢 公價呢 是888元 那外面 那些 就買799 OK 嗯 我疼你呢 不會賣貴的人 所以我絕對不喜歡便宜過人 那現在的新產品呢 我先算一下 我怕 我剛才和他對一對 他不理我 748元 我都怕 我都怕 其實我算下去到七五幾 既然是這樣 748元 本來是749 但我覺得不好聽 死狗 7世法 7世法 買一盒就會送一顆 OK 拿來這個好 對 女士特別喜歡 這個 為什麼呢 除了用來攪拌這個 可以攪拌 聽不聽這聲音 多厲害 只會你夠薑 就抓住他 我以前的貓 一轉到這些東西 就去抓 但他發覺如果抓不到 就馬上走 馬上走 這個 買一個 買一包就送一個 或者你買三盒 你可以選擇這個杯 沒錯 那你說 喂 可不可以 買三盒 我有三盒東西 還有一個杯 不會 你要杯就要杯 你要錄東西 就要錄東西 那我今天買了一個 沒有錄東西 明天來買了兩個 我會不會要一杯 不行 如果你真的不要三心兩意 總之 一次過買了三個 我好用計數 就上來一杯給你 因為我為大哥要付錢 OK 其實不是 他都送給我的 但免得搞亂 希望幫到大家 我對這個產品 我等它不在我再說 就寄予厚望 因為我真的昨晚 因為昨晚我等體波 給人體波 噢 好吃 我昨晚看阿仙奴 阿特蘭 但我等體波的支持 和體波的時候太悶了 我不斷去那些媽媽組 群組看別人 如何 comment 你的寶寶茶 和你的 特別是寶寶茶 我覺得不用你去 可以買到 但這隻 鐵皮石俠 我覺得那些人 都未得到他 應該有的尊重 這個產品 我覺得應該是很好的產品 因為 如果你 應用得好 有幾個案例 其實你也有的 是 它是沒有了糖尿病 是 沒有了糖尿病 因為為什麼呢 像你所說 滋陰 它fix了那個胰狀 那個胰狀 那個胰狀能夠分泌一些 適量合適的胰島素 這樣就可以化了一些糖 沒錯 因為胰島素 就要用來化糖 那就沒有了糖尿病 喂 這個教授你說 幾神奇 這個產品 我會用的 我會復用的 希望大家網上 明天我會有貨 明天大家可以上來買 多謝Daniel 我們今天介紹了三樣產品 有些網友 好像見到 走了一千多二千人 每次買東西是這樣的 但他們會照上來買東西 那裡奇怪 他們又不用看 因為香港人是這樣 批你講 你可以的 不用說 這樣又不好 今天我們有個 巴痕的 repair gel 巴痕修復營膠 巴痕修復營膠 叫巴式 康巴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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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 和三九八 你明天都賣光了 很害怕 鐵皮石入粉 明天再問 不記得了 保保茶 大家記住 你需要哪些 三樣東西買都可以 當然今天我沒有介紹其他東西 記住 今天的show 完了 明天的show 十點至六點鐘 是不是六點鐘 KK 黃錦光 金槍司令 那個畫展在中環 大家有時間可以去 看看 看完之後 當然我們可以去買部門 買東西 或者買完東西才去看 都沒有問題 多謝Danny 多謝你的同事 我們下星期再見 這個給你 好 謝謝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